2023年9月13日 泰国内阁销定对中国及哈萨克游客 施行免签五个月的政策 即至2023年9月25日起 至2024年2月29日期间 中国游客无需申办签证即可入境泰国 当地时间9月14日凌晨0 16 泰国外交部领事司在官方平台发布了 英泰双语文件 正式宣布免签政策施行后 允许赴泰的中国及哈萨克两国游客 在泰停留不超过30天 即在2023年9月25日至2024年2月29日期间 凡入境泰国的中国游客 无需申办签证节隔在泰停留30天 外交部领事司关于关于泰王国政府 为出境旅游业针对中国及哈萨克游客 提供30天旅游签证免签计划当详情如下 泰国外交部根据政府政策提出了 针对中国及哈萨克护照持有人的旅游签证豁免计划 该免签计划在2023年9月25日至2024年2月29日施行 在此期间 创述两国游客入境泰国的停留时间不超过30天 这一举措旨在助推泰国旅游业发展 并加强泰国与中国及哈萨克间的双边关系 泰国内阁于9月13日正式通过上述提议 9月25日期正式施行 根据政府政策 上述政策旨在为2023年9月下旬开始的旅游旺季期间 赴泰国旅游的中国及哈萨克游客提供便利 允许两国游客免签进入泰国 该政策有助于促进泰国旅游业 是刺激泰国经济的关键驱动力 政策重点公布 免签等于无需申请签证 每次免签的停留时间为不超过30天 移民局将在免签政策公布之前 在机场侦派检查站提升入境效率 中文版R将在免签后上线 用于解答游客问题 旅游远景将全面守护中国免签游客安全 除上述重点之外 赛塔宣布成立危机管理团队 线上跟踪不实谣言并及时进行法律处理 因此在网路破坏中太有益的群体将遭到跟踪严惩 暗中破坏泰国民生的网红 泰国危险论的捏造者 鼓动让中国游客避免来泰保命要紧的恐慌渲染者 在不断受到法律制裁后 或将大幅减少 除了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五月政策外 泰国政府还计划增加持非中国潜力较大的 二线城市的航班数量 诸如长春、沈阳、大连、太原等 赛塔总理计划近期访华 亲自向中国游客发出赋态之邀 泰国内阁政府将与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人士合作宣传泰国 也将与中国机构合作 促进泰国旅游业发展 欢迎关注小时说 每天都有新知识